金牌魚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淚、萬寧毒賣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Cat 歐盟國家代表即將於9月25日進行正式投票 決定是否在未來5年內 維持今年7月 歐盟開始向中國電動車徵收的高達37.6%的臨時關稅 在歐盟不會讓步的情況下 中共試圖對歐盟成員國進行單獨擊破 但是甘非適比 中共想分裂歐盟的努力起不到作用 據政客雜誌消息 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最近一週來到歐洲執行一項艱鉅的游說任務 試圖說服歐盟不要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徵收關稅 當王文濤9月12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和歐盟委員會貿易專員 亞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斯坐下談判時 他面臨的風險很大 未來不夠兩週的時間內 歐盟國家代表就將於9月25日進行正式投票 他們要決定是否在未來五年內 維持對中國電動車高達37.6%的關稅 歐盟在去年10月立案對中國產電動車啟動反補貼調查 今年7月5日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加徵暫時性反補貼稅 8月提出正式加稅的反補貼調查決定草案並徵集意見 9月25日歐盟27個成員國對歐盟的反補貼最後決定進行投票表決 除非有超過15個國家反對 這樣向中國電動車加徵至少為期五年的永久性關稅 將於11月2日正式生效 為削減歐盟針對中國電動車的懲罰性關稅 一些中國電動車製造商向歐盟提出協商建議 他們為進入歐盟市場的中國電動車保證最低價格 以換取歐盟對這些中國公司的關稅豁免 歐盟委員會於9月12日完全否決了這項提議 歐盟官員表示 他們將拭目以待北京在會談中能夠拿出什麼成果 同時 歐盟也在此小心防止他們和北京達成的任何協議 會令中國產品更容易主導歐盟市場 例如10年前 歐盟和中國就太陽能板達成貿易協議 就是歐盟的一個教訓 政客報導表示 通常情況下當歐盟不讓步時 中共就會嘗試各別歐盟國家 用分裂和征服的策略 對付歐盟的27個成員國 在歐盟認為中共用國家補貼產能過剩 而傾銷歐盟市場的情況下 西班牙原本是表態支持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加關稅立場的 意大利也是中共要爭取的一票搖擺選票 然而黃文濤對意大利的遊說並沒有成功 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塔亞利 9月16日在羅馬 鄉旺文濤表示 意大利政府支持歐盟針對中國對其電動車產業提供補貼的反制措施 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興趣吸引中國電池和電動車製造商到他們的國家投資經濟 這兩個國家都有汽車生產歷史 現在也渴望轉向電動車製造 對中共來說 波蘭可能是個更難說服的國家 因為波蘭現在尤其需要依賴美國作為其抵禦俄羅斯威脅的主要安全保障 而美國是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首要推手 據路透社報導 中共商務部在最近一次會議上警告中國汽車製造商在海外進行相關投資的風險 該機構強烈建議中國汽車製造商不要在俄羅斯和土耳其投資 同時用比較溫和的語氣強調在歐洲建廠的風險 在抵達歐盟總部布魯塞爾之前 王文濤9月17日的行程先去了柏林 他將會與德國綠黨籍的經濟部長阿貝克在柏林時間的午後會面 而綠黨將共產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和威脅 不過德國政府的最終決策者 在作為社民黨成員的總理索爾茨 他與西班牙的桑切斯手上一樣 對中國採取了更加溫和的立場 並且公開反對電動車關稅 但德國的整體政治局面已經出現了變化 9月13日德國軍艦巴登福藤寶號護衛艦 和美恩河畔法蘭克福號支援艦駛過台灣海峽 這是德國二十多年來首次通過這片有爭議的水域 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利斯在柏林記者會上說 這個信號非常簡單 德國一直堅持這一點 國際水域就是國際水域 台灣國防部證實 這兩艘德國軍艦從北向南通過台灣海峽 整個航行過程中情況保持正常 德國聯邦環境局負責人梅斯·納爾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德國的目標是解除所有這45個可疑的中國項目 9月16日數千名不滿的歐洲汽車工人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示威 抗議整個歐盟汽車工業基地的裁員威脅 據美聯社消息 這次抗議活動的導火線是德國汽車製造商奧迪 宣布將逐步停止其位於布魯塞爾南部森林工廠的生產 這個威脅到3,000名員工的工作 其中很多是電動車生產方面的專家 據警方估計有5,500人參加了抗議活動 比利時的ACV工會代表普雷特表示 過去一年發生的裁員浪潮 影響了比利時各地的主要產業 他說 不行的是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例 歐洲工會聯合會ETUC表示 奧迪逐步停止在布魯塞爾生產的決定 是在2019年至2023年間 歐洲整個產業失去了85萬個就業機會的 更廣泛趨勢的一部分 預計這次汽車工人抗議活動 可能會直接影響歐盟各國在9月25日對中國電動車 加徵永久性關稅的投票決定 美國拜登政府9月13日宣布一項新的關稅行動 主要針對中國 而解決大量批評者指出的一個漏洞 該漏洞導致進入美國市場的快時尚商品 芬泰尼和其他免關稅免關檢小中包括郵件泛濫 拜登政府9月13日還表示 計劃將對中國電動車的關稅提高4倍致略高於8% 該計劃將於9月27日生效 面對美國和歐洲猛烈的關稅行動 中共做出了一個罕見的回應 釋放了一名在中國被關押了18年的 已經68歲的美國加州公民華裔·穆斯林大衛 他的釋放標誌著中美多年來一直無法解決的 雙邊問題取得到突破 應暗示中共方面又想改善中美關係的意圖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支持您的支持者 和您的支持า聯儇 和您的支持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